说起何杰,大家都知道,在超女中属于名气比较高的 曾经何杰不但心路璀璨,而且也曾让无数网友羡慕嫉妒 他找了个爱他的男人,贺子明 何杰与贺子明的婚姻本身就让人意外 贺子明名气没他大,他却依旧裸嫁对方 但最终就换来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离婚后,何杰名气一落千丈 最惨时给其他明星配舞,想想都很尴尬 而离婚后,两个孩子归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 过得十分辛苦 当初就有媒体曝光称,何杰与贺子明在京江那套800万的别墅 在贺子明名下 而且还爆料何杰夫妇婚后买了三处房产 北京有两套,美国有一套 除此之外,何杰在北京机场附近还购置了一套 价值1000万的豪宅 这个别墅不只有室外停车场,还有一个游泳池大花园 两人财产还真不少 两人离婚后,财产多数归何杰所有 当然,两个孩子的抚养钱也归何杰 而如今他参加各种综艺与真人数节目,真心让他的人气恢复了不少 他越来越红了 如今他已经转身成为了超级富国了 曾曝光过这个千万豪宅的内景 宜兴屋就是一个大客厅 整体装修是欧式宫廷风格 三个酒红色的软卧真皮沙发 看着十分奢华大气,果然很土豪 如今的何杰早已走出离婚的眼影 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 而且早已努力减肥,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 感觉整个人充满了能量 相信以后会给宝宝更好的生活 如今更是超有钱的复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